美国军方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向前往南苏丹参冠军占领区撤走的美国公民的飞机开火 据报道有四名美国军人受伤 今次事件发生在星期六 当时美国部队正试图前往首都珠巴尔北战斗激烈的城镇波尔撤走美国人 有关任务未能成功 三架飞机全部改到前往邻近的乌干达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派演了45名美国军人前往该地区 他说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员以及美国使馆 奥巴马星期六是一份白宫声明说 南苏丹的领导人有责任支持美国的努力 南苏丹政府说半军攻占了波尔镇 当地发生了一个星期以来最激烈的战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星期日呼吁南苏丹领袖尋找解决冲突的政治途径 他说继续发生的暴力是对这个年轻国家的严重威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